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按一下小鈴鐺,有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跟大家研究3月4日的第三場賽事,這場四班千二米 想跟大家看看馬功臣這隻馬 看了兩場步速,一場是追,一場是手上來的 這場是贏馬,壓到負六,赤水神驅,愛馬劍,大運舞台,都算是OK的馬 亦是跑到他,應該是最快時間的一場 1分9秒7,1分10秒以下 這場也要1分10秒1,後追,這場是收拾檔位差的 上場收拾檔位,可以跟前很多來跑 再給他時間,這場快三線 這場慢一線,這場再慢一線 其實他對步速沒什麼影響,沒什麼賺,沒什麼虧 跟回好檔,就贏到馬功臣 如果他執擦檔的時候,輸了給上班的壽神 貴內都很準的金碧輝煌 壓到勇者性,同盟力量,開心人生 我覺得這隻馬,好像現在才真真正正 之前追上去都是近,貴初都選到現在 看了這一場,隨我來的那場是電子傳承 我最記得這場馬,同話贏了,三元迷路贏了,勇冠多贏了 前面一站,很快的,電子傳承 摺了出來,後面一站一蓋,過了 電子傳承都是輸過幾馬位的 現在都轉了倉 算一下時間,其實這隻又好像 馬中神那場的走法,而步速也是差不多 交的時間也是差不多 所以這隻,隨我來的,撿回五檔 都可能需要去四連環四重彩 都要想一下,只不過我拿兩場步速去比 這兩場馬,大家都是四班去引證 步速的水準是OK的 然後我再選擇一隻 青年財進跑 這場一千,好甜產 慣性積極 常勝心,紅旺,喜勁氣 這些都交到水準 這隻馬,我再細心研究 我本來都想選擇這隻馬 但是這隻馬就 今天第一隻撿過10磅 其實上場是被人問話的 又說要守好位,又說要追上來 被人問話的 這隻馬是970磅,960磅,940磅 今天我一量到這一場,只剩930幾磅 我覺得他第一場 就放在前面 後來又輸了幾個馬位 輸了六個馬位 那場一千二 然後跑了兩場一千 都跑得不是差的 尤其是那場輸過幾個馬位 今天回來千二 本來都想選這隻馬 看看磅位,再想一下當位 再想一想 接著就 這場看了 再看這一場 就關乎這一隻 青年才晉 那場 就是千二 放到回來 輸了六個馬位 那場都很熱 只有幾倍 我自己想 這場馬 就跟大家說 神操 看看馬功臣那場 怎麼贏 先 怎樣贏 庫六呢 一出來就已經咬住這個位 平時已經在後面 他又沒什麼賺 沒什麼虧 就是叫做OK 步速 庫六已經有隻赤水神驅開路 庫六在後面 前面三隻有威威高星 德先生 包在後面 暫時是那隻庫六 好 對面直路尾 前面帶頭 是赤水神驅 跟著第二位 在外面位置 走上來就是這隻 勇敢神驅 第三位電子傳承 第四位玩到贏 第五位內蘭 就是這隻 愛馬劍 在外面 紫色眼罩 有這隻馬功臣 在外面有百寶袋 大運舞台 尾四是重頭月 紅色頭罩 是庫六 直路赤水神驅 拋離了兩個新米 看到中間電子傳承 埋欄那邊追 有愛馬劍 外面蓋上來有馬功臣 追出大運舞台和庫六 亦都上緊 最後百多米 透出還是赤水神驅 馬功臣 發聲上來 中間位置還有愛馬劍 追出是庫六 接近終點的時候 第一名是馬功臣 跑第二名的馬 是外面的庫六 這場馬大家都看到馬功臣 這場馬很麻煩 有很多沒有賽職根據的馬 一號的明欣賞 潘明暉 蘇迪虹 潘頓都有試過三次閘 有一貨加眼罩 跟著位跑 很積極的 二號的上海大師 下班了 何志宜有碰過保持功夫 三號的心中有你 潘先生有碰過 蔡明小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四號的紅中烈馬 潘先生也有碰過 梁家俊也有碰過 試過集的積極 黃俊不是梁家俊 試過集的積極 五號的馬功臣 田太安有試集的 都是積極的 六號的多多保企 黃俊 史卓鋒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七號的青年財俊 松化也有試過集的 積極的 八號的黃浦必勝 潘明暉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九號的徐我來 保持功夫 十號的 諾菲勝 梁家俊也有試過集的 積極的 但要試集合格 但上次又不是說 有叫他試集的 十一號的阿凡達 黃浩藍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十二號的開心計劃 今次除眼罩 二月又試過不良於行 保持功夫 上次騎的 古惑調動 一號是蔡明曉 二號又是蔡明曉 三號是葛林武馬騎 換蔡明曉 四號是莫雷拉 又轉了王進 五號是田太安原裝 六號是史卓鋒 原裝 七號是莫雷拉 原裝 八號是蔡明曉 轉潘明暉 九號是陳家希武馬騎 換利勁角 十號是梁家俊原裝 十一號是阿凡達 陳家希武馬騎 換毛顯東 十二號是毛顯東 轉陽明倫 今場馬 預計有馬走的 可能是紅中列馬 試集都快 青年才俊 不知道他快不快 他試過快又可以守住 上場問話 又說想跟好位 接著又快不到 阿凡達應該都快 還有阿凡達應該都快 跑千二 他也是快 預計有三隻馬 會比較快 馬功臣 手下手下 這場我也是選手下手下 有幾隻馬 好像青年才俊 快過 試過回來就斷 今天有撿過外檔 再加上體重 不知道昨天真的有輕了 本來我真的幾想選這隻馬 沈集成又打王牌 莫雷拉 又不放手 又做功夫下去 接著呢 就預計那隻紅中列馬 又是撿過外檔 但是都是預計他快的 變成這幾隻馬 就會快 而反而沒有什麼千二跡 有千二跡的 又下班下來的 例如明欣賞上季 過去一百零幾倍 四年還 這次是菊草的千二 季初一輪千四 上海大師呢 就千二試過贏過 但是今天又撿過外檔 但是這隻馬有些班 試過七十幾分贏馬 現在落到這裏了 接著馬功臣 千二準 除我來有千二 其他那些呢 就一般般 千二跡 那我就覺得 就預計有幾隻馬走呢 我都是選這隻馬功臣做膽的 我要五號的馬功臣做膽先 那拖回呢 拖一隻一號的明欣賞 不是拖回那隻叫做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拖了一隻七號 七號真的不知道拖不拖 我剛才我本來想要他 一看到他的體重 唉 拖了一號的明欣賞 五號馬功臣拖一號的明欣賞 那他就今天加個眼罩下去 加個眼罩 看看這隻馬 其實上季呢 我中他那場四連環呢 就是我記得是蔡若翰 pray 那麽 那隻 最小的 一局 超五晚九的信息 好像 uxx 蔡若翰美麗甜心 超五晚九的信息 超五晚九的信息 可以跟他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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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極速王這三隻都不知道 最低分數 20分 這隻明欣賞現在多少分 60分,這個馬房很難猜測 真是很難猜測 但見到潘頓好像也碰過其他馬 這隻馬沒有菊草性能 沒試過菊草的,初菊的 只博他的分數,加眼罩的變數 五號的馬功臣做膽,拖一號的明欣賞 接著我會搏一隻爛滿的心中有你 五拖,這隻馬真的要不要好 五拖一,三 這一場我都是球懶 青年財進又輕了,又撿十檔,又是快馬 那我看到有幾隻馬在這裏 那我都會拖多隻 唉 我想搏一隻八號的黃泡必升 我想搏一隻八號的黃泡必升 其實八號和九號,我想隨便選一隻 五號的馬功臣做膽,拖一號的明欣賞,三號的心中有你 還有八號的黃泡必升 這隻馬上也有點追,還要塞塞車 但是呢,我自己覺得,如果這場馬真的有分頭 拖一隻除我來,如果有分頭 或者如果不是的話,大家看賠率行使 如果是黃泡必升的位置好分頭 就一拖三,然後想想怎樣 找辦法塞多隻冷腳 這樣玩一下 我覺得這隻黃泡必升 大家可以看看他上場怎樣跑 這隻馬有萬閘傾向的 但是他呢,加了眼罩兩場 兩場都輸四個馬位 連續三場都撿外檔 今天呢,就在1200米 撿回內檔 但是這隻馬在內檔 可能會被人困難 真的要拖有沒有位置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這隻馬怎樣跑 當日呢,十號馬撿過九檔 我記得 紅色衣服的,黃泡蜜 黃泡蜜那些 這隻綠綠紅色那隻 他都沒有怎樣拖 其實可以拖兩步,可以前一點 他又沒有拖 在外面呢,就是帝豪大師 外面的馬五六七疊都有 有德先生,膽大威猛 賊星之光,塞了內蘭黃衣 有福滿寶 尾四位置,藍眼罩,黃泡必升 尾三外面的,生位的 紅色頭罩那隻,就是富六 在這裏轉彎的時候呢 都有點惡下惡下 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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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陪促 又騎下 又不騎下 又跑進去 那隻馬在這裏打一下 他又自己撲上來 你看 對呀 這裏自己就找到 那個位置 在後面 還有追風企足,摘星之光 接近終點,開心人生 就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是富六 不過我暫時不知道怎樣投注好 這場 除我來,其實是有資格在這裏 跑到的,真是很難選擇 今天他又有 他又有個騎師 陳家熙不用 真是用李敬國 都不可以小看這隻馬 對呀,都是這樣選擇 除我來的四連環四重彩 撿回去,那我拼這隻 是拼冷腳的 或者拼四連環腳 那我這場馬就是 5號馬功臣造膽 拖一隻1號明欣賞 3號心中有利 8號王鋪必勝 4連環四重彩 那些9號 或者隨便拼一隻 各位臨場都拾生 我都會臨場拾生 如果青年才俊的非硬正 我可能都會拼回去 都不擔心只有930磅 他要先拼這次 你都要防防他 他功夫真是做了下去 大家可以看看他試襲 阿拉叔那隻紅中烈馬 上次都很重飛 這樣輸了 在重化那裡試了貨集 他一向都是有些速度 但他守著回來 都是OK的 所以這隻馬都要留意一下 防一防他 我個人心水 5號馬功臣做膽拖 1號3號8號 4連環四重彩 7號9號那些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 拜拜